丢了丢了丢了 不行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得这么自私 我猜 今天是商分的好日子 好日子 好日子 兄弟报应 稳住家 哈哈 真是小蜜蜂摸店门麻了个B的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我和刘桑的配合合集 上来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打的剩两人两台整机的残局 相对于教授来讲 看待员更不好应对红夫人 所以我们大胆出来找人 毕竟真男人要阴难而上 好的 这边我们在板局里进行个故事摇摆 晃的红夫人拎头转向 然后直接就一个回手套 这里我们现在不要接着拉走 在这里静观其变 排镜子之后直接翻了它本体面 去交零片然后转点 最后现在 行走 完美格导 经历过上一个板子的教训之后 红夫人就学聪明了 这边开始学会了抽刀和板球博弈 好的 这个板子我们下掉 我们教授只需要下板和不停拉距离就好了 而我们红夫人可需要考虑的就很多了 加油我的宝贝儿 你失望一台鸡啦 但是这边要直接从大船里跑到小船里去捕那台鸡子 所以就有点烦人 诶 但是没有关系 这装村非架住了 那我们可以吃一刀转到双十一面去 那肯定有人要叫了 那一抢子 那就回来鸡不是小船的吗 你过去看样子银银银鸡啦 这你就不懂了 这是我对我顾牌的极度信任 正完第五人格是当皇帝的 正溜泪啦 坐下来喝个茶休憩一下 怎么啦 黄夫人这边知道我偷摸补鸡呢 所以传送回来搞我了 但是我黎敏的秀爵早就知道她会回来杀个回马枪 所以我早就堕路而逃了 嘘 虽然她看不进我们的脚气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背来夫人挂屎 看到她的位置 好 这个时候看到人的补鸡子了 我们要主动出击 黄夫人这时候新选色 路头我就秒 对不起玩的不是路头 所以你不能秒我 简单想绕几圈 这位红夫人也操作变形了 居然在电机压好的时候 直接叫镜像把我秒了 哦 全体起立 我那可靠的流向告诉我地窖在海边 看到我手上的飞轮了吗 哈哈 接下来我要上一个飞轮躲镜像 然后直接冲向地窖的完美戏码 不熟了想看下一把哈 好消息兄弟们她传送了 败局一定还不退下 我给你带客人来了 你可要好好对待人家哦 不是哥们儿 我的鳞片是有屎吗 为啥不用呢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流丧来出手 这边雕刻从人而稳健 而我们流丧之间一个延迟钩 给人扯下来 哇塞 流丧有屎 全是牛仔 好的我闭嘴的哥们儿 你自求多福吧 手法飞轮 手法举钩 手法延迟钩 手法把队友的木琴甩地上 手法左雕像 手法吃刀 手法盘活队友 咱就可劲修哈 瑞瑟夫闻到味儿了 直接出镜像 然后战胜 兄弟这也能被战胜 眼睛尿尿了 我当时在麦里 一听这传送声 这让我流丧赶紧跑 避养的不听我话 幸好有狗运保他一命 否则我就要用名发点 第7201条来弃责你了 勘探被抓流丧去保 然后被棒打鸳鸯 此时电机还余下无台诊 诊何德何能 何德何能啊 残奥会但流丧 再带小女孩双人溜轨 没事的宝宝电机会自己想开的 这三人都在这电机掺这么严重的 约瑟夫不来才怪 刘桑你也听到我的轻声的吗 那看他你应该也 传送是吧 闻着味儿我就来了 六群老人拔剑四股心茫然 只能欺负一下镜像 刘桑你知道我要说什么的 这五年以来 我们的感情 已经像一朵诗人花一样茁壮的成长 吃的是你的良心啊不是我的 骗了一下没关系 下次你才骗不到了 不要小看我 甜心打呼叫的魅力 真是就是要潇洒救人 然后藏容离开 不好我的服务 又想暗杀是吧 我们呢 我和刘桑可没有那么单纯的啦 脑马啦 没有关系 私人已是 继承他们的意志 我们再来一次双人平局吧 这边直接一个手法换位 然后被王毅的母卡了一下 那约瑟夫也是蛮信任的 直接传回去了 直接开机 听到他的翻牌声了 先远离一下门看一下动向 哦 果然有暗杀 这小的鬼迹挺多哈 又传到我们溜溜这里来了 但是他直接捏牌又回到我脸上 这边我们木鸭看他出刀 然后给上了一片 下一把 没有关系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他还是想贪一波 我们那下有些福家 我点了三层自愈 我们后会有期